請吳委員長 請各位董事長 各位委員 請委員長 委員長,我請教你第一句話 你剛才答應這個蔡委員說,你要送十套、二十套 給委員都可以,你有這個預算嗎? 有沒有這個預算? 就一百年的那個帽子、衣服 一百年的帽子,我們有國旗 你要送十套、二十套、三十套給他們 你都沒有限制,你有預算嗎? 我們有做一些 但是啊,這個 我們民進黨的委員如果這麼深重國旗的話 我們都送幾套給他 我覺得我們願意來... 不要偏袒啊 這個一百年的,這個是我們大家的事 不能偏袒哪一個政黨 好 不要隨便答應 你說好,你要一套兩套我可以給你 十套我只要三十套都給 這樣的話不能隨便講 好 海華文教基金會設立中職 為正清華僑文化教育 對於這個僑胞優秀人才培育,這是有成 多年來我覺得是有成功的 但是 他很多的工作啊 跟我們僑委會的工作 大概有五六成是重疊 要重疊的 是不是將來 所以這方面要使這個 海華文教基金會 發揮更大功能的話 是不是僑委會的這一部分的工作 可不可以給他發揮 我這的話 你重疊 局限他們一點點 好像存在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孫國華董事長做的 我看他是笑咪咪 但內心也苦悶 蠻苦悶的 實在說沒什麼意義 其實 跟委員會說 郭華兄來主持的話 他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他可以在外面瑞士很多錢 如果到僑委會來的話 我們僑委會公家的機關 我說你業務多撥一點給他 那個預算也多撥一點給他 去發揮 這樣是不是會更好 讓他工人能夠發揮出來 因為他有才華 雖然是核能專家 但是文教界 他也應該可以發揮 因為從過去問政期間 他對幾項的重點 尤其對於這個 當時 這個高等考試 用閩南語的一種 考法 那麼從這一點 他的發言 我覺得是非常 切莊要點 非常非常成功 所以他是多方面的 不是核能就核能 核能是讓他們年輕人去做 你從教育方面來做 我相信 這個國華兄會做得更好 對不對 對嘛 對就好了 那第一個 海外信保基金 成立的宗旨 當然就是對於 欠缺保證 這些僑胞 的企業 想要發展做生意 尤其當時 這個這個 國際上對於這個 經濟衰退的時候 很多銀行都倒掉 他沒有人可以保證 他沒有必要 可以貸款 我們信保基金 能夠貸給他 已經有成功的例子 我就覺得非常好 這點要鼓勵僑胞 鼓勵年輕人創業 我們應該要多走出去 那麼信保基金 也應該來多變一點 因為這個 現在還有利息可以說 又可以培育人才 培育企業的專家 將來可以回饋 我們中華民國 我想這個是多功能的 是不是 這個應該再強化 來多多推廣 但是 進來好像業務越來越少 是因為經費少 還是這些華僑都有錢 不必來貸款 是不是這樣 其實跟委員報告 當我們今年一月接手到現在 我們的成長量 成長到 從256件變成 99年到274件 我們有成長 雖然大家說我們 這個 老本一直一直小 但是我們有成長 我們成長到 可以到越南的喬生 或者是東南亞的喬生 我們也願意貸款給這個創業 所以我想 在他們的努力下 一定會有開展很大的 我們只有管了十個月 成績就不錯了 我們希望一直做下去能夠更好 我也希望委員真的 這樣子提免我們說 應該給他錢 我希望我們以後能夠 我們外籍新娘裡面 越南佔很大部分 對 越南人幾乎是 台灣 都結合成一個 一個同一個民主 你看多少越南新娘 越南新娘到台灣都不錯 表現都很優異 所以對於當地的華僑 我們都能夠 尤其他現在經濟剛起飛 來多幫助他 讓他創業 還有再來一個緬甸 緬甸自從軍政府 示範翁山時期之後 好像他也慢慢朝著 這個民主道路去走 只要能夠一開放 老實講 不管哪一種產業都欣欣向榮 像大陸一樣二十年前開放以後 不出幾年 他心情嚮嚨 現在超越台灣了 對 所以緬甸有朝一夕 假如能夠這樣的話 這樣也不得了 第一個 緬甸他有海港 第二個 他有平原 平原特別多 第三 那些緬甸的人 基本上的性情都很溫和 都非常溫和 所以軍政府才能管得住 所以現在我們趁這個即將開放之前的時候 那麼應該趕快到那多走訪 對 我們交易會有什麼計畫嗎 其實跟委員報告 明天我就要到緬甸去 去看一看我們能夠怎麼跟他的 是我現在講的 你明天就要起承 還是事先有計畫 臨時起義是吧 什麼臨時起義的 沒有這個是 這個委員 上個會期一直跟我們說 緬甸很重要 還有委員還要去 所以我就一直安排 明天就去 已經安排好了 明天要去 那你有先見之明 謝謝 我想這個應該趕快踏上 緬甸的國土 對華僑 對這個中華文化 的一個發揚應該可以可以加強 因為他們 我記得在民國85年去的時候 他當時那個地方 就是不能設華僑學校 這個是孔孟學校 其實宣兩次跟我們文化是相同的 他們很缺乏這些書籍 因為基本上經濟很落後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希望你這次能夠去 能夠對該地區的需求 文化教育各方面 賠人才 文化扎根 我想這個才是長治久安 對 這個到美甸去 這個是委員們 一直跟我們編策 所以明天我要去五六天 我會很好的 很仔細的來觀察 看要怎麼樣來幫忙 那邊的喬報 甚至將來還可以帶一些 中小企業與同行 中小企業同行 我們台灣007的精神 旁邊全世界 一個007代的 全世界都能夠生存 非常了不起 中小企業能夠成功 現在很多都到海外去 到歐洲去 到美洲去 能夠這樣成功 台灣的精神 教育 文化 那種奮鬥不屑的精神 有太陽的地方 就有華人 就有我們中華民國 台灣的台灣同胞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的走出去 國際知名度 國際能夠看見台灣 看見中華民國 我們就成功 對不對 好 謝謝